大家認識的李淳欣是作家 美食家 但想不到他說國話多有一首 還打算六十歲之後買畫養家 很多人叫我吃家 我最討厭人家叫我吃家 什麼吃什麼家 人人都是吃家 人人都是吃神 但我喜歡吃東西是真的 其實喜歡吃東西是喜歡享受生活 喜歡享受生活 你喜歡看美的東西都是享受生活 所以我覺得這個世界上 總之你有美的東西都會有關聯 譬如美食、美畫、美景 你都可以在一起 我畫畫畫了三年 有一天和老婆口出旁言 忽然間都會說 我六十歲之後就賣畫養你 賣畫養老婆 養不養老婆不知道 但是要有一點表達 這幅畫就是這樣 諸侯的幸福生活 為什麼呢 因為我太太是屬豬的 我屬猴的 所以就變成了諸侯的幸福生活 有些生活情趣 幫她採耳 當然要發表一下我自己 你對於夫妻關係的一種關懷 所以就說 你經常聽不明白我說什麼 現在跟你採採乾淨的 嘩? 挖挖乾淨 你就聽到我說什麼 我心想這是很多老公的心聲 那究竟李淳欣能不能夢想成真呢? 那就要聽聽方力生爸爸 幫李淳欣扮畫展的一畫囊創辦人 方旭仁怎樣說 李淳欣的畫囊創辦人 我當然要看她的文章才是她的人 她的文章是很容易讀的 是可以引人讀下去 引人人性 從她的文章看到她 她的語力很豐富和很聰明 她的畫囊創有一個很聰明 很聰明 這個聰明 如果加上一個小字便會貶移 就是小聰明 其實是小聰明 但她的聰明 在我這裡覺得她 我在做這行 覺得她是五星高 例數很高 怎麼會跟錢和價值連買呢 其實是會連買的 我做李淳欣一腳先拿 我可以賺錢 就連張國華大師 吳冠中推向國際市場的 方旭仁都這樣說 看來李淳欣都前途無限 那麼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